这个要过一万个小时的这个定律哈 是说任何领域想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反复的练习 即使你是天才也需要用一万个小时 那沈阳杂技团的杂技演员 善丹是世界杂技演员中的顶尖人物 他是世界杂技界的奥斯卡营销酬奖的得主 他在杂技上的投入是多少年呢 也是一万天 咱掰着手指都算一下 那也是将近三十年呢 在沈阳杂技团见到善丹时 他正在进行高空动作的练习 将两根吊绳缠在手腕 不需要任何辅助保护工具 在空中翻转腾挪 看的记者手心出汗 从八岁时开始接触杂技 今年三十五岁的善丹 是大家眼中的空中艺术家 但他说自己走上杂技这条路 其实是阴差阳错 大家小时候都开始在学一些艺术 学一些美术啊 画画啊 包括音乐一方面的 然后让无意当中 让一个技巧对的老师发现了 然后就是找我的家里人 当时还以为是骗着呢 善丹的父母和当时的老师 简单地聊了几句后 本来要学美术的善丹 并走上了杂技的道路 别的孩子的童年是游戏机 打口袋 跳皮筋 他的童年则是无休止的力量训练 柔韧训练和翻腾训练 我们当时的很简单 就是拿一个 我们有一个板凳 然后你要把腿搭上 然后先去耗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离地面大概能有十公分 半个小时后你就会下去了 从早晨的六点 早工六点到八点 然后吃个早餐 以后九点钟开始 练到上午十一点半 晚上午休 下午一点 开始练到晚上 1992年善丹考进了 沈阳市艺术学校 一年后进入了 沈阳市杂技团 从那时起 善丹便开始了 正式杂技节目的编排 先天的条件和后天的努力 让善丹进步很快 12岁便代表中国到美国参加巡演 那也是善丹第一次登上 那么大的舞台 面对那么多的观众 灯光一打在你的脸上 因为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没有想到面对底下 是有那么多的观众 真的 那种感觉是既兴奋又紧张 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你每完成一个高难技巧的时候 给观众带来视觉上 包括各个方面上的一种欣赏的时候 他们回馈你的掌声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真的 这份感觉是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在杂技表演中 有很多类型的演员 比如立场演员 空中表演演员 滑稽演员 顶局演员等 每一个杂技演员 在进入到杂技团时 都会有针对性的训练 某一方面的技巧 而闪丹则是爱上了空中表演 08年 沈阳杂技团参加了 法国蒙特卡洛杂技节 闪丹也在空中节目 圣火筹调中挑起了大梁 我们大概十个人 去参加法国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 当时这个被誉为是杂技界的奥运会 我们当时去参加的是 圣火筹调 获得了当时的音小筹奖 我们平常男孩需要你要加强力量的训练 然后每天要 就是辅助训练嘛 我们要在筹带上 自己要压自己的身体的力量 甚至是要大于自己身体的力量的一倍 开始每天我们要做很多组的训练 然后再跟女演员做一些配合 就是每天要反复性的动作 在训练 为了保证演出的一次 我们甚至要在舞台底下要练上千尺 甚至是过万 每个人在路上都会有高潮和低谷 何况是杂技表演这条艰苦的路 善丹在训练中 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 他也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是因为我一开始是练翻腾的节目 一开始练钻圈 钻圈的话就是需要有很强的弹跳力 弹跳力当时有可能在做舞圈的时候 就是因为脚步有伤嘛 就是怎么也过不去了 达到不了这个高度了 然后每天加一些辅助训练 还是达到不了 每次想要放弃 善丹就会响起表演成功时 观众如雷鸣般的掌声 然后他就会走到一旁默默地告诉自己 再坚持坚持 几分钟后又会重新投入到训练当中 2017年对于善丹是值得纪念了一年 在年底时 他的训练总日数达到了一万天 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每天 两到四个小时的高巧度训练 我觉得应该是天才是有的 但是天才它只是比别人付出的少一些 但是有很多我觉得是一定要你付出的